他们这些人 你看有李德权嘛 然后有林青 然后今天早上是林周敏 他们几个都只要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 知情 而且是主动在第二届是介入精华城 而且他们两个都有提醒 他们几位都提醒柯文哲 沈沁金在2018年 2017 2018 争取到560之后 他要争取672 672就是那是20%的农奖 他农奖的部分他要申请20% 那时候林青龙都说不行 不可能 那时候林周敏跟林青龙都见过沈沁金 然后接到他的陈情书之后 他们上签告诉柯文哲说不行 不可能 如果这样做下去你就会出事 对 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 李德权是在第二届 就是柯文哲 李德权是第二届的副秘书长 对 他是副秘书长 所以他有 因为他是督导相关的 所以往上送的时候 会经过他 他有在上面就注记说 你的龙姬奖励跟龙姨应该要有一致性 这三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证词 我们知道 这就是那个土利罪的什么 民资嘛 对啊 我要报个料啦 林周敏跟林青龙的这个作为 有上签啊 有内签啊 好了 那有 那有 有内签而且柯文哲有盖章 好 那这个就等以后这些 那我讲这些 我补一下 那要看他用词是什么 如果他说请市长再诸多考虑 柯文哲就会觉得说这个考虑不代表违法 不是不是 就是他看他用词是让那个签是怎么写的 对不对 他你要想 林青龙跟林周敏收到审庆金的澄清之后 他上的内签过程 有没有要求他送都委会再重新演绎 没有啊 就跟他说不成立这件事情 我懂了这样 对 他们这几个签 这两三天被叫去嘛 那如果检察官手上有刚刚检苏培提的 那个什么内签 不管什么签 不管是公文程序 或者是下一条辩条纸 还是用一条笔纸 如果有那个文件 检察官一定会拿出来问林青龙 检察官会拿出来问林周敏 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们有签 是不是你们有回到银子 你们市长是不是有回到银子 这银子是不是你们回到的嘛 这样就好了 对 这样就好了嘛 这个就是有文件 没错 那有时候是告知提醒 开会提醒那些东西 但是这个文件内容怎么写 就像文杆总讲 内容怎么写 而且网上就发给只剑 platform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